随着鬼老头连续淘汰第四宇宙两人 老鼠开始发难 老头自使用道具犯规了 两人开始了疯狂的争吵 这就要准备打一架 突然拳弹开口 鬼老头开心的一批 就是身后突然发生爆炸 又是一名来自老鼠战队的战士 队友连遭淘汰愤怒至极 鬼老头打出了自信 声称要把第四宇宙的选手全部解决 受到的逃风 开始了疯狂的嘶吼 恐怖的雷电滑药在整个无知界 身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竟变身成了雷鸟 直接忙了上去 随着老头子一巴掌直接拍飞 雷鸟继续上前发起进攻 老头子闲停信步 雷鸟弹跳起飞 老头子四两拨千斤 单手汇聚能量 近距离重创雷鸟 这场力量与惊艳的对决 老头子完胜 就连比鲁斯都放声大吼 就在大家认为老爷子要轻松拿下三杀时 雷鸟在极限的情况下进化了 在绝对力量面前 火花带着闪电的重拳直接运动 老爷子顿身口吐白沫 一鼓作气 不断口吼乱炸 这样揍他你良心不会痛吗 就来自第四宇宙的年轻战士 在极限状态下 每吨没鸟都在变强 乌鸟眼睁睁望着恩斯陷入了绝境 奈何被眼前的对手缠身无法脱困 老爷子趴在地上 现在不是为师父担心的时候 而眼前的对手成长速度惊人 如果现在放任不管的话 以他的成长速度 很可能对悟空构成威胁 休息催眠取释放 雷鸟瞬间开始精神恍惚 突然一掌打向胸口 瞬间清醒 紧接一气狠狠的顶期运动 老爷子一眼决然地重新站起 在两个好徒儿的见证下 五天老师决定燃烧自己的生命 还是那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正宗龟派气功 无视电流带来了疼痛 徒弟们听好了 好好活动 好好学习 好好游戏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要过一个开心有趣 精神百倍的人生 归先流派与你们同在 套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 成功拿下了三项 而打出对象龟派气功的龟仙人 力量消耗太过严重 年迈的身体已无法支撑 缓缓倒地 一旦宗师燃尽了自己的生命 克林心机如焚大喊悟空 悟空直接超然正脱对手 孙天一动来到恩师身旁 一边呼喊着爷爷 一边心肺复苏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一次次的心肺复苏无果 悟空伤心不已 将蓝色气息分给爷爷 还是没有反应 或许是感动了上桑 成功上演了奇迹 龟仙人醒来 悟空痛苦留地抱住爷爷 龟仙人让悟空坚强点 战斗还没有结束 悟空撤住着恩师到一旁休养生息 鬼老头摆了摆手 表示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 让悟空赶紧去打怪去吧 龟派不朽 一生生不息 奋斗不止 加油 彼克父子被一头野猪盯上了 突然一个光速击中了野猪 直接倒地不起 闭着彼克立刻扑倒了乌范 没想到竟还出现了狙击手 丝毫感觉不到对方的气息 看来对方是从远处进行攻击 而且精准度惊人 一个血色珠子飘到了空中 发现了岩石背后的父子俩 两人刚想行动 黄树连续折射几次后命中彼克 单身二十多年的手臂直接断了 痛得彼克脸都绿了 凭用诞生能力恢复了手臂 当我知己是要先找到敌人的位置 这家伙在暗中观察 失去了目标 之后放出去更多的眼镜 彼克伸长手臂引蛇出动 弘伯打出后 误犯暗中观察 最终发现了敌人的位置 父子俩相互配合 细算了军师利用烟尘进行掩护 捡起了地上的珠子 而且还不止一颗 原来就是通过这个帮助敌方圈认位置 顺手砸碎珠子明白了 对方正是靠着热成像来定位 身落一发光速袭来直接运动 顿时爆炸浓烟滚滚 这边三眼哥发现了倒地的野兜 悟空和贝吉塔也刚好路过 三眼哥提醒哥俩快点躲避 此刻 彼克两个胳膊已经全部废掉 他再一次挡在了儿子的面前 真是比亲殿还要亲 这要是某人不偶来对付狙击手的话 他是能玩到比赛结束 似乎想到了克迪之法 二人发布将周围的温度提升 导致热成像失效 这下彻底把对方给逼急了 直接抬起了地毯式攻击 球部星的光速如同牢笼般疯狂轰炸 与此同时 三眼发现了对方的攻击模式 对手的攻击是利用狙击手射击 再用侦察兵进行反弹射击 三眼决定兵分两路冲了上去 悟空和贝吉塔纷纷祭出了绝学 侦察兵竟然躺了下来直接反射出去 旁边还有一个得力射手 不得射出能量疯狂输出 两人只能连忙躲避 危机关头天津半掏出四身拳 利用分身做掩护冲向对手 移上来就废了一个 凭借着超权的势力 尝试突围去寻找敌方射手的位置 分身仅剩两个还在继续向前 这边两人开始反击 既然法柱攻击无效 那就物理攻击 反起石头扔向镜子侦察兵 只要不让他们联手就行 侦察兵赶紧向射手求援 但是此刻的他被天津饭紧紧咬住 在吸收了最后一个分身后 来到了对手面前 凝聚力量释放参加本领 狙击手的双手已经全部废掉 就在天津饭给出最后一击时 意外却发生了 几个狙击手双手安定 朝着地面射击 擂台碎裂 天津饭掉落擂台 以及宇宙第二位淘汰者诞生 狙击手放生狂笑的瞬间 三个分身抱住狙击手同时掉落擂台 极限一换一 虽然在演个战绩不杂地 但两次出手都是帮队友解位 其他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没有了射手的侦察兵 面对两个无敌战士 只能赶紧逃跑 谁知道在被揍挡的野猪 突然挡在面前 要抱刚才的一炮之仇 两人开始了一顿嘴炮 被吉他看得烦死了 随手一个光波命中 直接将两人送走 不过这场战斗 还是让第七宇宙损失了一员 接下来的八人想要站到最后 还要面临各种考验 这站在宇宙顶点的两只拳弹 竟然是数学白痴 打神官只好亲切地讲解一番 目前的赛场上 只剩下36名选手 这里就不宜说 各个宇宙的人数了 韬光养晦的骄傲战队 终于被盯上 因为第三宇宙界 王神仗着人数上的优势 准备对峙 剩下三人的十一宇宙下手 打算探探极脸的敌 小兰收到指令 准备背后同袭 却被兔子上去一脚 直接带走 顺势打出大招正义粉碎 这恐怖的爆炸能量 直接把小兰炸得四分五裂 看着支力破碎的小兰 身形怪异 兔子兵没有轻敌 打算全力也要将其踢出场外 但是结局却出乎意料 肢力破碎的身体 数据恢复 如同自然系果实能力者一般 手臂化作小剪刀 让我来修修你的小耳朵 眼看事态愈发严重 拖拖准备出手相救 却被吉连阻止 宇宙最强战士再次登场 大老的机场让小兰一时走神 兔子趁机重挫束缚 小兰也是一条汉子 她早就想见识下吉连的实力 卯足力气直接抬起了三挡 手臂还在继续增大 就在冲手的一刹那 吉连回拳 紧别着恐怖的拳锋便击飞了对手 掀起了巨大气量 只比看台上的众神 这就是吉连可怕的地方 没有花莉胡哨 只有绝对的强大 无空望着远处的烟尘 感觉到了这股力量无比惊人 看来这场比赛 并不是人数多就能赢了 这次第三宇宙的试探毫无效果 完全无法看出吉连到底有多强 相反决定继续将目标对准第七宇宙 在场上 小养生息的老爷子发现有敌人靠近 小王突然出现在背后将其击飞 直接挂在了山体之上 悟空准备上前营救 却被小胖子拦下 就便小王没有一点增老挨幼的意思 疯狂暴虐着龟老头 只见兜里又偷偷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小王准备再来一拳 就在这危急时刻 小宇宙爆发 变身既有猛男疯狂攻击 可实力上的红龙香榨太过悬殊 加上体力严峻不足 突然被一个上勾拳直接运动 接着一个甩尾直接带走 演武中龟仙人并没有倒下 老爷子在身体敌剑的情况下 再度使出了魔风波 小王背弃的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体力明显透支 再加上刚刚右臂受到了重创 止不住的颤抖 最初十只豪邻 小王惊出一身冷汗吓得不心 没想到老家伙还藏着这么厉害的功夫 扭头瞥见了远处的背吉塔心生一技 转头对着老爷子就疯狂疯疯 同时挑衅贝吉塔 看着这卑鄙小人贝吉塔心中暴怒 比鲁斯脸色一沉 赶紧提醒克林准备先斗 老爷子恐怕是不行了 就在小王死亡光线 准备解决老爷子的时候 前军一发之际 贝吉塔直接一拳击退 上司第六七宇宙之战 是结下了血海深仇 愿对步步紧逼的贝吉塔 小王赶紧示弱 说起了这段时间的惨动经历 当然这都只是缓兵之计 华英高落马盖塔从巨石中杀猪 应召一拳直接击溃 凝聚力量打出冲击波 但是对通小铁壁的马盖塔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两人开始了联合登机 瞬间三人站住一团 贝吉塔一个号叫打出王子战法 又是马盖塔的无敌防御 化解了贝吉塔所有的远程攻击 也算全面陷入了被动 武天老师再次拿出瓶子 准备升到第三次魔风波 可武天老师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这把老骨头的性命 没什么好可惜的 就连贝吉塔也忍不住劝阻 但也是无尽于事 这是来自贵仙人最后的倔强 瞭准马盖塔 这就是最后一次魔风波 可就在这时 小王邪魅一笑 撒出一招魔风波反照 贝吉塔提命救场 比鲁斯大喊那是牵套 但为时已晚 贝吉塔正中对手下怀 被成功揉面 贝吉塔立马踩碎瓶子 此之前的瓶子就在小王脚下 最后无形地被吸入瓶中 以及宇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武天老师无比自责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一翼风行造成的 绝不能让贝吉塔因我而出局 拼死向前银袖 但奈何体力投掷 被小王的死亡光学疯藏点色 贝吉塔听听最后一点力气 倒地的瞬间扔出一发光点 本以为到此为止 果然叫还是老的辣呀 一道蓝光之后贝吉塔重见天日 彻底被激怒力变瘦蓝 打掉了马带塔的耳罩 就是一顿垃圾化狂喷 虽然的心灵受到了重创 瞬间播放直接倒地不起 眼神情势逆转 小王一个烟雾弹赶紧逃跑 贝吉塔顺着将自卑的马带塔 扔下了一台 无天老师 我都要死了 无天老师